比这大两倍的一堂次刚的白酒 我一口气喝干过 白酒也是透明的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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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要醒了 赶紧就带五块 好 你想跟我说吗 是这样 我记得你上次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夫妻之间存在着一个什么 独立封闭的场的话 他们就会对彼此非常敏感 并受到心理压迫 怎么突然对夫妻之间的事感兴趣了 不是因为女影吧 我 我有我的用处 今天我不谈女影行吗 是这样啊 夫妻之间的敏感有很多种 在婚姻当中 有很多女性会对自己生活中的细节 特别是隐秘 非常敏感 如果隐秘是对方的 她会不顾一切的探求清楚 如果隐秘是自己的 作为女人 通常会有一些举止反常 更有甚者 当她感觉自己无法再面对伴侣的时候 她就会采取一些回旋的方式 比如说分房而居 拒绝面对面的交流 那这些有可能导致妻子杀了她的丈夫 如果到了这一步 那一定是因为她憎恨对方 或者 对方所知道的隐秘 威胁到她的巨大利益和生命 那这些隐秘会是什么呢 这可就不太好说了 比如婚外情 比如某种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疾病 比如一些内幕什么的 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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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哥 左哥 能听清我说话吗 左哥 你想说什么 小林 先过来一下 现在病人情绪急不稳 先别问你 人也是会变化的 你看 你从完全拒绝喝我的红酒 到现在尝出了滋味 这就是变化 这倒给了我一点信心 说明你心里紧张焦虑的情绪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也能得到缓解 你现在完全把我当成病人了 我还想提醒你 不要只关心别人的事情 你也多关心关心吕颖 说真的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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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隐私 我是你的心理医生 跟我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隐私 你来了 我都来了半天了 你忙什么劲了 刚才杜刚醒了 忙活了半天 醒了 醒了五分钟又昏过去 余大夫 病又醒了 余大夫 病又醒了 余大夫 怎么样 病人虽然醒过来了 但是神罪还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相信这是暂时的 他很快能恢复过来 你们在这儿盯着人 好像太多了吧 谢谢你啊 余大夫 也是 那这样 金波 赵贝 你们俩辛苦一点 得嘞 我们走 我是心理医生 你是刑警 其实我们这两种人啊 每天面对最多的 就是人的隐私 你是为了查清真相 找到这些隐私中 隐藏的罪恶 我呢 我也是为了查清真相 找到这些隐私 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你也有隐私吗 我 当然有 也许有一天 你会发现我的隐私 不错 我都会发现我的隐私 是 又是 你抽了一下 我给你说的事 对 怎么了 这样 我得跟你说件事啊 什么事那么严肃 杜高是三年前被我给开除的 后来他成了杀人犯 跑到了外地 他这次回来 我以为他是要报复我 或者是敲诈我一笔钱 但是在我和他的交涉过程中 我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那你的隐私里藏的是罪恶 还是痛苦 不知道 罪恶和痛苦有时候是在一起的 别说叶祥了 你今天喝的真不少 你不是说了吗 这是药吗 你知道吗 其实你这人 很可爱 你不觉得我像病人了 你不能只在我这儿是这样 你也得让吕颖觉得你可爱才行 我刚显然是了解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情况 涉及到一些不干净的警员和官员 据说那个胡建国就是涉黑警察中的遗客 这些情况表明 在池阳市有一个巨大的黑幕 这个黑幕会严重地影响到 食杨钢铁公司招生影子的计划 并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 受到严重的侵害 所以杜康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有人想套入他的话 并将他灭口 陈飞他们不知道吗 我不相信陈飞 也许 我不该不相信他 也许他被解职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 我只相信你 相信我 从你给我做手术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只有你让我相信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帮助 我想见杜康 这些新华病名 在池阳市 有一个巨大的黑幕 并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 受到严重的侵害 我不相信陈飞 我只相信你 二位 能帮我送他去检查室吗 我只要五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好吧 小雷 准备心脏起搏剂和呼吸机 好 他能听你说话 但他不能说 你只有四十秒的时间 好 你什么意思 我想上次在酒会上可能有点误会 一直想找机会解释一下 也缓和一样你们俩的关系 否则对大家都不好 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我还要给你打招呼你还能来吗 走吧 再说 这地方那么偏 你打车也不方便 那我走就回去 好了 你要是走在半路上被人给拐卖了 那陈飞还不杀了我 李卫诚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哪一出都不是什么好戏 反正也来了 反正也来了 好戏赖戏都看看吧 走吧 走吧 走 陈队长 请发 杨队长 挑支枪吧 李卫诚 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是看到吕颖才这么问吧 说了 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了 是吗 在电子游戏厅外面站了半天 干嘛不进来 你看见我了干嘛不叫我 李颖 你不会是吃我的醋了吧 你别忘了 是你让我给陈飞看病的 我问他最喜欢玩什么 他带我去了电子游戏厅 我不会吃醋的 在游戏厅有什么好吃醋的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抱怨他不浪漫 他那么爱打电子游戏 无非是为了在一个不和社会接触的空间里 战胜自己的假想必 只有在电子游戏的屏幕面前 他才能放松起来 也才会使自己焦虑的情绪得到痕解 对 他就是这样的人 游戏有很多种 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游戏 不过今天这个游戏倒是挺有意思的 我看你比他们俩还紧张 为什么这么说 看着跟自己有关系的两个男人在战场上较量 你不紧张啊 你再这么说我就走了 别生气别生气 不说了啊 来 看 你说他们会受伤吗 别吓自己了 枪里的子弹都是假的 对吧 对吧 lider有一定的 在这边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